羽球好手林洋佩夺下了巴黎奥运男双的金牌 写下了奥运二连霸的历史记录 台湾市百年糕饼的名店 也以散发金色光芒的太阳饼 推出了现实优惠来同庆 力挺台湾选手在世界发光 也行销台中的名产 由于再过一个多月就是中秋佳节 业者也推出了五代时光糕饼礼盒 以传承百年的糕饼美味 要和大家一起赢家节团聚 刚出炉的太阳饼饼香四溢 不甜腻又多层酥脆的口感 是自由路百年老字号糕饼的招牌 林洋佩夺亲二连霸光荣回国 店家推出了现实优惠 跟大家开吃同庆 很好我当下本来拿一盒就拿了两盒 我觉得就是也爱果吧 我儿子喜欢吃我也爱吃 因为我跟你讲 它基本上它是淡奶素 它不是像一般是用猪油的 所以你这种微烤过它不会有什么油耗味 我觉得太阳饼的颜色很像这个奥运的金牌 三三发光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太阳饼作为这一次的优惠产品 那也希望各位来继续支持台中的糕饼 传承五代的百年饼店也结合了台式及制式的烘焙法文明 因此也将玉丹坡及桃山香柚等五个世代的糕饼家族美味 组成了伴手礼 希望可以成为家庭中团聚的幸福美食 玉丹坡是得了全日本赏 参加日本十年一次的喝果子比赛得奖的 那这一个是用日本的柚子做成的桃山香柚 那这个牛奶软糖是比较年轻人很喜欢 但是我们做的是软的不是硬的牛奶软糖 前面这两款配茶 配日本茶配台湾乌龙茶都很好吃 那后面这一款配咖啡超级好对味 中秋节即将来到 糕饼也进入订单的旺季 百年老店坚持以好原料来制作 要让每份饼以最好的美味呈现 蠕获消费者的味蕾 就在人家话台中采访不到